市長就是說你上任到現在 你對那個四百年來 這個河南時代留下來的一些 古蹟移植啊 有沒有下過功夫好好去整理整頓一下 我看你有很多史學考古學家 包括地下的現在的圍牆 地底下的一些磚塊 現在都在花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說你 重新回到追溯歷史 然後保存古典的 那個留下來的足跡 我想市長在這個上頭應該盡了很大的心力 是的 我想這個 因為台南是我們承接 台南是所有的市民朋友們 他所關心的這個承載的這個意願 這個力量很大 所以說我們當然 市政府不能夠輕忽這股力量 而且很重要的是 台灣就 我們再過兩年 2024年就已經是要 建成四百年的一個紀念了 我們怎麼能夠在這個時候 還輕忽說我們自己的歷史使命 怎麼能夠在這個時候 把過去的一些祖先們 先祖們留下來的痕跡 把它給淡忘掉 所以我之前在社長的節目中也提過 人家說舉頭三尺有神明 我們是絕地三尺有古蹟啊 我們很多重大的建設 不管是這個開鑿這個鐵路地下化 或者是在做一些開馬路什麼建建築物 大的這個建築物的 一挖下去就有了 一挖下去就有古蹟啦 那古蹟怎麼辦 你要請文資處 文化局的人來鑑定 這個古蹟可不可以刮 要不要開採出來 還是把它暫時覆蓋起來 因為如果說它古蹟 它的完整性沒有那麼大 而且它可以暫時留在地下 我們就把它覆蓋起來 那我們的那個工程就要轉向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台南歪條把路挖那麼久 對不起 這是因為我們的歷史淵源太久了 所以不能夠輕易在祖先們頭上 在動土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有一些權宜的措施 特別請教市長 裴洛西這次來台灣訪問 其實他跟張董事長吃飯 也跟劉德英吃飯 他在建構一個四方半導體的同盟 那台積電這次也告訴大家 台積電是台灣最重要的安全的屏障 這個也對照現在 韓國在親美跟親中當中 現在它舉行不定 這個時候我想對 現在對台灣的發展 我相信台積電現在落腳在台南 我這次特別用了一個標題叫 全球經濟關鍵在台南 這個定位非常好 就是說從台積電這次的地緣政治的角度 然後一路未來發展 我相信台南可能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特別要請教市長 就是說台積電從落足藍科之後到現在 已經我看有五六年了 那這個時間它慢慢量產 所以三奈米五奈米出來之後 台積電這個新製程 其實大概都落腳在台南 我相信對未來台南 在全球經濟的版圖當中 它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 那台積電從落腳台南到現在 它對台南的發展 它帶來多大的助力 其實從簡單的看 台積電這個時候 它在最近五年來 他把五六年來把它的發展一個重心 慢慢往南移 包括台南高雄 這樣子的一個高科技走廊 但是在台南 特別它是著重在先進製程 那現在五奈米已經量產 三奈米已經在測試 其中一個廠在測試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未來在半導體 因為很多 你可以看到這次吾爾戰爭裡面 沒有那個chip 然後就 不要講飛彈 汽車都開不動 那所以說你可以看到未來的 這個世界的高科技的發展的重心 在現階段的半導體產業 那半導體產業的重點在台灣 台灣的和半導體的最先 最先進最尖端的就在台南 那這樣子 未來呢 在半導體產業之後呢 還有沒有 譬如說量子 量子科學 或其他的部分的發展 事實上台灣也不會缺席